面前这个呢就是马醉木 对 没看错 这个是我花了59块9 从福建买来的 然后呢 咱们看一看 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这两天可能天气热 收到以后会不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怪不得会出问题 你看 当它种下去的时候 其实蛮闷的 它根性是往下涨的 还有一个你看 很致命的点啊 第一 你看它里面的这个土 很糟糕 看到了吗 这个土太糟糕了 在种的时候就没有说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这种土就没有给它打散一下 你看 它根本就没有长根 结果呢 它又光浪一下种下去了 种下去时间长了 它都会闷根 这个花盆不是说不能用 是可以用 这个土也没什么大毛病 但是呢 它不负责任的去这样弄的话 很多的新手花盆它会养不活 你像我这种老鼠倒手以后 还出现了各种不好的状态呢 明白了吗 抽包 你像我的话 我就会重新给它收拾一番 重新种植一下 下面这个土还可以用它的 当然了 这个我肯定要找它理赔了 这倒手都这样了 肯定要理赔一下的 看到了吗 花友 学到了吧 埋得太深了 闷根了 很多时候都这样 花尔门也会遇到这类似的情况 看还是好看的 问题还不是很大 花尔门懂这个事就行了 然后这个呢 我肯定会要找它理赔之后呢 上面是有黄叶子的 黄叶子肯定咱们要进行修剪 好了 只能这样子了 这个石器呢 根系是有一些受损 我们该理赔的会理赔的 受损之后的修复就显得异常关键了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花盆底部并不透气 你们不能光涂花盆好看 你不是说它的土不能用 是这种也可以 先浇水 先浇一遍透水再说 浇水的时候往里面放点药 放点杀菌药 因为这个已经烂根了 之前老是发闷 百分之百 就烂根的嫌疑 用两个没零 一千倍的比例足够 别用太多了 太多了容易烧花 为了让它更快的发根 加点这个生根液 会玩的 养花用会玩 省心又省钱 之后呢 把这个水搅拌均匀 浇上 它这土啥的都没毛病 就是它第一次种的时候就有点货弄 第二次第三次它都在糊弄 所以说很多的花友就是被糊弄了 你像我这种老手来了 我肯定会检查 不是说花不好养 是咱们的方法没对 根系是往下长的 你用花盆子也好 干什么也好 很多花友也是像我这样 就让它种上去 连管都没管过 买回来就这样随便把它种下 你看 这里面水老是这么泡的 它是不长根的 你要怎么办 把这个水给它倒出来 明白吗 这个托盘里的水要给它倒出来 要维持一个干丝循环 表面的根有点漏着 土不太够 我得自己再加一点点土 不要埋得太深 但是并不代表 你让它裸露得很严重 土不够吗 就得找点臭素了 这样别的就没啥事了 之后呢就正常的去养着 关键点在于这个底部这个位置 你看它这个花盆底部是不透气的 我们要放到一个透气的地方 你看我这就是一个砖地 你怎么放它都有透气的地方 就把它随便给放上去了 就不要喇喇的东 贴合得很紧的托盘 好了过一段时间 应该就会复收起来了 现在不要给它强光的曝晒 有一点阴凉的散射光足够 不浇水啊 等到下回干透了我才会浇 现在并不浇 它只是落了一茶叶的而已 不出问题的话 还会再涨起来 觉得不错 就点赞 一片搬于马嘴木的一个养护 不过你让我推荐还是不推荐 我也不确定 我就不推荐这个大家去买了 59块钱 它而且态度也是糊糊彤彤的是吧 马嘴木就这么地吧 好了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啊 你们要真想买的话 我还是放到下方小方的车了 这个就完全在于你自己 老车老花一 老花最转一 白了抽吧 嗨 嘿嘿